2022年10月1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一开始让我们关注封面焦点 看守首相伊斯麦莎比利 昨天清洁12位部长自韩国家元首 破坏了内阁的和谐 因此他才宣布解散国会后 今天就引起了巫统和土团党领袖的舌战 其中巫统主席阿莫扎西 批评自韩给国家元首的12名国盟部长的举动 引发对由国家元首委任的首相 所领导的政府的不信任问题 这才是致使国会的解散 因此此乃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阿莫扎西今日在脸书贴文指出 尽管首相可以割除这12名部长 但此举也将带来更大的危机 给国家行政当局带来严峻和尴尬 甚至引发不信任投票等 因此对付这些不守己律的内阁成员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首相寻求国家元首结散国会 而前首相纳吉说 国家元首不是因为在水灾季节举行大选而感到失望 因陛下已获悉 大选能在季后风季节开始前举行 他表示陛下是会对时下政治发展感到失望 即12名国盟部长连署自韩国家元首违背首相 以及身为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的慕尤丁批评政府 他续说 然而西盟或国盟仍尝试扭曲国家元首的失望 另一方面 对于12名国盟部长被指破坏内阁和谐 导致国会解散的说法 国盟主席慕尤丁就驳斥 这是不负责任的指控 并认为看守首相伊斯麦莎比利 不应该因为自己解散国会的决定 包受人民抨击就把责任推到其他部长的身上 他认为没有人会喜欢在水灾时大选 而看守首相选择在此时举行大选 就不能怪其他人只能怪他自己 他还说 国盟作为执政党之一 有权利向国家元首表达他们的看法 因此才致函与国家元首要求不要在近期内解散国会和举行大选 另外原日外交部长蔡夫丁今日也做出反驳 他相信人民都知道看守首相想要在近期内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来自巫统主席的施压 因此看守首相不要把人民的注意力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上转移 也是国盟彭亨州主席的他在推特上发文指出 国盟部长此前提交给国家元首的信函 只是为了表达人民的担忧 以便第15届全国大选不会在发生水灾的季节 季后风的季节期间举行 另一边像 随着国会解散后 廖国正领导的三个州属 也就是彭亨、霹雳及玻璃市会同步举行大选 其中霹雳州大臣沙拉尼今午就结束 觐见霹雳州苏丹纳兹林沙 为霹雳州苏丹表示需要考虑后才做出决定 而早前西盟已经宣布雪州、深州和宾州不会在今年解散州议会 随后一党也是宣布该党的领导的吉党、吉兰丹和登嘉楼 州政府同样是不会解散州议会的 而从上述的情况来看 两州六将会同步举行选举 而七个州属则选择不同步 然而就在前天 宾州行动党召开紧急会议后 要求重新检讨此前展延州议会的建议 对此这个建议就会将在今天的西盟主席理事会的会议上讨论 而就在今午的两点 只见各成员党的领袖 包括共产党主席安华 熟理主席拉斐兹、副主席努路伊扎 行动党熟理主席 此外 一党副主席兼登州大臣阿末 三书里则指出 一党将在明天召开中委会议定夺所执政的三个州属 是否同步解散举行大选 他说一党在周二的会议上已经讨论此事 但是周四的会议不会再针对此事做出新的讨论 而是根据周二会议上讨论的结果做出最终的决定 那就交给该党的总秘书来对外公布党的决定 那么最终会有多少个州属同步大选或不同步大选 明天自有分晓 另外 吉打吉兰丹登加楼 槟城雪兰儿和深美兰州议会 剩下六个月就届满 这六个州若没有与国会同步解散 选举委员会将会被迫额外耗资三亿令吉 为这六个州属举行州选举 选委会之前就披露 处理四次的第十五届全国大选的费用为十亿令吉 为一旦由西蒙和一党执政的六个州属决定不解散州议会 那么选委会届时需要承担额外的开销 接着我们来看看今届大选几个焦点人物的动向 其中房间就有流传马华前总会长廖忠来 将会卷土重来出征文东区国会议席 而对此马华总会长为家祥就指出 此事尚未拍板决定 他在昨晚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授寻时 未证实此事 仅表示等待所有议席分配后才会做出宣布 他也促请各方目前不需要做出任何的揣测 此外传闻公正党主席安华来届大选将会上阵高渊国席收拾叛徒 但公正党宾州副主席吴俊逸就直说不可能 反而他认为公亲团的团长阿丹阿里的可能性更高 而安华之前也指他要收拾叛徒 对此巫统巴东普区部主席莫哈莫在地 就挑战安华回来巴东普上阵 然而公正党副主席努如伊萨之前就已经指他会继续守土 因此相信安华回来巴东普上阵的几率不大 另一边说祖国行动在大选将批斗士党战袍 主席敦马迪证实将在佛罗交仪国席首土 而巫统佛罗交仪区部信心满满的摆好了不怕迎战的架势 等着97岁的敦马交战 另外早前也盛传马华前总会长 蒙斯杰将会加入民信党的消息 对此他本人就表示 他从来没有做出加入民信党的声明 这节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